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这里是河南省宜川县的二城文化园 听说这二城文化园是二城的后人 在二城墓的基础之上花巨资打造的 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二城墓、城庙和两城书院 我们就由东往西分三个视频录 先录两城书院 这里有两城书院的简介和导览图 历史上有城浩书院、大城书院和宜川书院 但是是没有两城书院的 这个两城书院是新建的 这个就是导览图 总共是三进院路 正中间依次为理学堂、大城殿和击骨阁 两边为侧殿 现在我们就买票进去 两城书院大门的正前方 有一块照壁 上面用高浮雕的形式 描绘了两城的一些生平事迹 这是如沐春风 不学理 无以地 这就是两城书院的大门了 新建的还挺气派 进来了 这正中间的就是理学堂 左右各有一个配电 左边的是绿雪堂 右边的是春风堂 两边各有三通石碑 都是新地的 但是现在看着像是很老的样子 我们先看春风堂 先有个成语叫如沐春风 这里只要讲的是陈浩 陈浩 陈浩又被称为明道先生 他出生于湖北的黄皮 这就是春风堂 这就是春风堂 我们去对面的绿雪堂 这个就是丽雪堂 丽雪堂也有一个典故 叫城门丽雪 讲的就是宋朝的时候 阳时求学的故事 这个里面只要讲述的就是 成怡的世界 成怡又被称为遗川先生 正中间的理学堂 里通天地 装修的还是非常古朴的 这里面主要讲述的就是成诸礼学 这理学啊 其实最初并不是成一成好两兄弟创造创建的 而是由周敦仪他们创立的 成一和成浩 包括后面的朱熹啊 都是集大成者 这是位于明高镇的一高书院 有机会我们去那里也参观一下 这是位于进城的成浩书院 浮沟县的大成书院 这三个书院才是历史上存在的 后面又是几桶石碑 这石碑看着非常高大 一看就是现代人的作风 第二进院落的正殿是中间的大成殿 大成殿一般都是用来祭拜孔子的 这左右也有侧垫 这是右边的道筒词 左边的人文遗传馆 我们进道筒词简单看一下 这是古代的皇帝 遥顺 遥顺 雨 唐 周文王 周武王 和周公弹 大成殿东边还有个侧殿 这是四圣殿 增子 延子 子思和孟子 这更像是一个围棋石 先看四圣殿 和人文遗传馆 再进大成殿 四圣殿 董忠书 韩玉 正玄 这都是和乳学相关的 这主要说是遥顺这个地方 人才辈出 人才辈出 看都出过两些名人啊 这是倒着的 这上面我知道的就是范仲淹 哦 朱温 很厉害 后来杨太祖 推翻了唐朝 张岳 瑶 瑶宠 玄奘 还有杜康 我们看大成殿去 这就是大成殿了 这第二进院路啊 整个讲的都是乳学 智盛森师孔子 这主要是讲孔子的三孔 孔福孔灵和孔庙 全部都是新的啊 这是最后一进院路 第三进院路 正中间是鸡骨阁 两边的配电 右边的是华夏瑰宝馆 展出文物的 我们就不进去看了 这是李宗家训匾 我们也不进去了 这鸡骨阁啊按理说就相当于藏书阁 自己去看看 其实书院书院就是以前讲学的地方 传道授业解惑 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没看到这二八景可以讲学的 哦 这地方可以 挺有那种感觉的 可以在这练踏片 踏碑 橙子家训 挺好的 行 那这个两层书院 我们就录到这里了 实际 大家好 下